小姑娘说的生情并茂,魏无羡就想这个破电梯怎么还没有到,他现在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进去,叮咚,门开了,魏无羡和那个小姑娘简单到了别,拉着蓝忘机跑出了电梯,太丢人了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走进了一家潮牌店,魏无羡比较喜欢这里的穿衣风格,一本正经的衣服他穿着跟紧箍咒似的,还是这些风格多样的衣服更适合自己。 蓝老师,你看看这里的衣服哪个适合我,我看看咱俩的眼光一样吗?蓝忘机刚进这家店就觉得很不适应,魏无羡看出来了他的局促,蓝老师,怎么了? 你没来过这种潮牌店吗?蓝忘机点点头,潮牌店和其他的店不一样,空旷的店面,只有四周一圈有几件衣服,选择的空间很小,而且这里的衣服他看着很不得劲,比起这些衣服,他还是更喜欢对面的西装店。 魏无羡拍拍他的肩,示意让他放松一些,蓝老师,别紧张,这里就是个服装店,不会吃人的。 蓝忘机看着门口穿着时尚的店员,低声跟魏无羡道,魏英,别叫我蓝老师了。 魏无羡道,那叫你什么?蓝忘机,望机,小机。 蓝忘机一脸黑线,无语都快要一出眼睛。 魏无羡立刻哈哈道,不逗你了,不逗你了,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? 蓝忘机沉默一会儿,而后道,蓝战。 魏无羡一愣,大脑里思索着他刚刚说的那两个字和蓝忘机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。 忽而他一想,自己魏英这个名字就是吊凯子的假名,蓝忘机不会和自己一样吧? 他看蓝忘机的眼神一下子变了,看不出来啊,蓝忘机有一手啊,看着证人君子,实际上,嘖嘖嘖,和自己一样啊。 蓝忘机仿佛读懂了魏无羡的眼神,立刻解释道,这是家里人才叫的小明。 魏无羡道,哦,蓝忘机又补充道,与你不同。 魏无羡立刻表示不服,反驳道,蓝战,你干嘛,我这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? 私人生活,理解一下了。 得到蓝忘机小明的魏无羡心里得意得很,像吃了蜜糖似的,眉目间都是愉悦。 蓝战,看衣服,看衣服,陪我看衣服。 蓝忘机点点头,陪着魏无羡逛。 蓝战,你看这件怎么样? 魏无羡挑了一件,在身上笔画,如何? 蓝忘机看着他,可以试试。 魏无羡正有此意,拿着衣服去了更衣室。 没了魏无羡,蓝忘机束手束脚地站在外面,还好店员没有过来和他说话,否则他得尴尬死。 魏无羡很快就从里面出来,一件淡蓝色半袖和一条宽松的短裤。 魏无羡单手插兜,一脸朝气蓬勃,不像个老师,倒像个高中生。 蓝战,你怎么不说话,是不好看吗? 如同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,门外的魏无羡格外诱人。 蓝忘机回过神,被自己那不得见人的小心思弄得耳红薄斥。 好,好看。 魏无羡道,我也觉得不错。 他在镜子前看了一圈, 哎,蓝战,要不你也挑一件吧,咱俩穿差不多的衣服,肯定回头率超高。 蓝忘机道,我,不适合。 魏无羡才不管那么多,就像小女孩玩穿衣游戏,恨不得每个风格都给蓝忘机试一试。 蓝战,你试试这个,肯定好看。 蓝忘机还是有些不情愿,但架不住魏无羡一直说,只好去试试,不好看大不了就不买了。 魏无羡在试衣间外等了一会儿,试衣间的门从里面打开。 哇塞,蓝战,绝了呀。 这身衣服,真配你。 店里的其他顾客回过头来,看见了魏无羡和蓝忘机,纷纷走过来欣赏。 这两个大帅哥人长得好看,穿什么都好看。 是啊是啊,果然帅哥只和帅哥玩。 魏无羡听了这个话,十分得意。 蓝战,这身衣服,我送你了。 以后要多穿这个风格的哦。 魏英,我,蓝忘机还没说完,魏无羡似乎就料到他想说什么,也不管他说什么,直接就去结账。 蓝战,多试试其他风格嘛,老穿西服会没有新鲜感的。 嗯,蓝战,嗯,吃得好饱啊,还是这种家常菜好吃,有辣的也有不辣的。 刚刚好。自从知道了蓝战这个称呼,魏无羡就再也没叫过他蓝老师。 走在前面的蓝忘机忽然停下来看他,魏英,刚刚的饭钱多少,我转你。 魏无羡摆摆摆手,不用了,上次请你吃饭没吃顿好的,这次算不上了。 蓝忘机疑惑道,你不是没钱了? 魏无羡没想到他还记得这是,脸一红,我往家里人要的,不过你别误会,我不是啃老族,只是为了防止自己乱花,所以会把大部分的钱存在家里人那里,实在没钱了再要。 所以,我花的还是自己的钱。 蓝忘机听他说完,拿起手机默默转账,既不富裕,更应该平摊才是。 魏无羡手机发出叮咚一声,打开一看,是蓝忘机的转账消息。 上面赫然显示着金额,转账五百元。 一瞬间,魏无羡以为自己眼花,多看了个零,他努力地眨眨眼,定睛一看。 卧槽,就是五百。 魏无羡立刻手足无措起来,不不不,不是蓝战,你是不是手滑多打了个零啊? 蓝忘机淡定得仿佛不是自己钱,没有。 魏无羡立刻拽住蓝忘机,咱俩这顿饭总共都没花这么多,甚至连一半都没有。 你给我转这么多干嘛,我把多余的给你退回去。 蓝忘机则不顾及这么多,无妨,不必转了,当存在你那里的。 魏无羡道,蓝战,你想要存钱银行,家里人,哪个不比我靠谱啊? 你就不怕我顺手花了,到时候赖账。 蓝忘机听他这话,眉头一挑,魏无羡总感觉自己出现了错觉。 他怎么觉得蓝忘机听到自己花他钱这么开心呢? 无妨。 说吧,蓝忘机就静止往前走,看着魏无羡没有跟上来,放慢速度,指着面前的快玩,问道, 玩吗?魏无羡还在纠结要不要把钱给还回去,这下被蓝忘机疑问,他朝那边看去。 三周年狂欢,十个娃娃可换一米大娃。 魏无羡立刻跑过去,蓝战,你抓娃娃怎么样? 蓝忘机。 魏无羡唇脚一勾,拉着蓝忘机就走了进去,看了看门口摆放的大型娃娃。 这个好,这个好看,是大号的草莓熊。 蓝忘机不太懂这些,要买吗? 魏无羡解释道,不是买,是换。 换?魏无羡对换了一篮子游戏币,对啊,你要先去娃娃机那里抓十个小娃娃,这样就可以换一个大娃娃了。 蓝忘机道,直接买不行吗? 魏无羡搂着他的胳膊,笑道,好了,知道你是大富豪了, 不过那样子就不好玩了,自己抓的时候才有意思。 蓝忘机似懂非懂,任由自己被魏无羡拽到了一个娃娃机面前。 这个不好看,换一个。